男性貴重新的工作 女性貴重新的工作 買衣服、鞋子 穿上身、打扮 雖然不是買名牌、名貴的東西 但量很多 多到要偷運回家 我給了錢出去 我有東西可以回家 我有滿足感 懷孕的過程 覺得很新鮮 因為什麼都沒試過 小時候結婚了 有小朋友覺得很幸福 所有事情都很美滿 上天對我都不薄 但到了大約二十週 去照Ultra San 去看寶寶的情況 醫生跟我說 他們的臉是有顏色 他跟我說 小朋友的心臟有個孔 一打開門見到老公 就已經狂哭 真是晴天霹靂 不知怎樣去應對 跟家人說 跟媽媽那些人說 他們都勸我 不如不要 因為出來都很難臭 很難養 心很亂 但那刻真的叫我不要的人 是多於要 真的很內疚 好像毀了生命 所以這個陰影 一直都在我心裏 所以自己亂想的時間 也有很多 唯一真是 陶醉自己 也是買東西 因為那刻的快感 就是最快可以滿足到 但是 一瞬間 有一天 我都算早上班 八點多 聽到其中一間房間 傳出一些聲音 一些歌聲 很好聽 原來是有幾個基督徒的同事 我早就回來唱詩歌 直到隔了一段不太長的時間 他們說我搞一個課程 我又被邀請 有一群基督徒 就為我們未信的人去祈禱 那一刻我閉上眼 聽到他們 知道他們的祈禱 心裏有很多 不開心的事情 出來了 真的哭到收不到掣 但是其實 是一種很大的力量 和溫暖的力量 好像跟我說 你釋放 你放下 過往的事 令我這麼難站起來 也不敢去面對 不敢再去嘗試 再去擁有 去懷孕的時候 神就這麼簡單 就給了這件事我 最有趣的就是整個過程 我完全沒有去想 過往的痛苦 過往的不開心 整個生產的過程 我是聽著MP3 聽著思覺 一路祈禱 我感受到 真的 我覺得是神陪我一切 很平安 我相信我 神會給我能力去生產 嬰兒出生後 我是哭的 是感動到哭 以前不喜歡買東西 其實真的喜歡 將一些外座的東西 放在自己那裡 好像一棵聖誕樹 你裝飾完之後 你走出來就很漂亮 因為自己不夠自信 慢慢看聖經 多了的時候 真的發覺 裡面的教導 是很深刻 很深入的 信心如果你真的 這麼源於一些表面化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長久 真的愛家人 你親身邊的人 不是用金錢 不是用物質去滿足他們 而是用愛